红旗EHS-9国产库里南,纯电续航690公里,作为一款旗舰车型,仅凭表面设计并不能支撑起高端定位,内在的产品力才是车型树立起标杆的基础。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台红旗EHS-9,看看它的实力能否引领中式高端。 红旗新能源旗舰电动SUV-HT9首先从外观上来看,设计了大尺寸的隔山设计,并且使用了直铺式的线条,整个外观设计的比较大气稳重。 设计风格延续了红旗最新的家族理念,突出三个关键词,厚重、大气、沉稳,但是下降的车身高度配合上6倍的车底,后部刻画出了更加修长的车身侧面,这就弱化了大型SUV的几分呆板和臃肿,给其增加了几分年轻化的运动元素。 新车内饰与其新能源旗舰定位吻合度极高,搭载16.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,在一体式贯穿大屏和独立的液晶空调控制面板的烘托之下,表现出浓厚的现代科技感。 经典的实木、真皮、钢琴烤漆等装饰元素也都未缺席,以柔和,传统与未来的手法进一步提高内饰的奢华质感。 车尾的贯穿式尾灯也很霸气,3110毫米的轴距空间感十足,而且这款车还有4、6、7座可选,商务与家用都能兼顾。 动力方面,这款车加装电池组后,整车的性能表现比较好,续航两种,660公里续航690公里,车子虽然很大, 但性能一点都不弱,无论是商务还是家用都合适。 120度电池增长续航版车型正式上市,NEDC续航里程最长可达690公里,将中国元素和中国汽车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。